他和女人正在宾馆暧昧 岳父突然敲响了房门 他让女人躲进卫生间 然后若无其事地开门相迎 岳父还没来得及走进屋里 他就要请岳父出去吃饭喝酒 当他再次返回宾馆时 发现女人依旧躲在卫生间里发呆 一顿饭的功夫 女人重新审视了两人的关系 他们之间虽然是见不得人的婚外情 可他们始终无法看清自己的内心 到底是因为彼此相爱才走到了一起 还是单纯地为了报复泄愤 就在不久前 正在首尔工作的人数突然说到恶好 妻子遭遇车祸昏迷不醒 他焦急万分地赶到医院 却看到手术室的门口 还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原来和妻子一起出车祸的还有一个男人 女人正是这个男人的妻子 她叫阿珍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此时他们不会想到 这是一场多么尴尬的相识 两人被传唤到警局后才知道 车祸的原因是酒驾 被撞到火车司机当场遇难 而他们的爱人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因为脑部受到重创 一直昏迷不醒 人数心里产生了一堆问号 妻子明明说回了娘家 怎么会和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首尔郊外 他从来不喝酒 为什么检查结果显示他喝了很多酒 人数和阿珍一起去认领家属物品 里面有两张电影票和避孕用品 这让他更加肯定 妻子和阿珍的丈夫有着见不得人的关系 回家后 他忐忑不安地翻看着妻子的手机短信 果然如他所料 妻子背叛了他 另一边 阿珍也在丈夫的相机里看到了暧昧的照片 可他还是寸步不离地守在丈夫身边照顾 并暂住在了医院附近的宾馆 走廊里 他遇到了同样前来照顾妻子的人数 两人擦肩而过时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却透露着难以名状的尴尬 也许是出于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 让丈夫选择了背叛自己 阿珍会偷偷跑去观察人数的妻子 结果恰好被人数撞见 阿珍心虚地匆忙离开 而人数却满脸怒气地坐在了阿珍丈夫身前 这是一种沉默式的反击 此时两人都无法确定 对方知不知道 他们的爱人背叛了他们 因为这本就是一件难以弃齿的事情 所以他们谁都没有率先开口 可越是如此越显尴尬 两人每一次无言地相遇 都像被人罢光了衣服失重一样 终于 他们在宾馆门口再次偶遇时 都很默契地选择了驻足停留 就这样 两人交换了爱人的手机和照片 彻底证实了自己被绿的事实 而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伤口上多洒了一把烟 男人和女人宣泄的方式略有不同 阿珍一个人躲在屋里呆呆地坐着 似乎两罐啤酒就可以将痛苦麻痹 而人数却跑去喝好兄弟大到苦水 甚至胡言乱语道 那个男人敢勾搭我媳妇 我就敢抄他厚道 愤怒和仇恨在酒精的加持下 人数做出了失态的仇事 他跑去敲开阿珍的房门 二话不说就闯了进去 阿珍惊讶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脑海中的邪念仅仅是一闪而过 他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 丈夫虽然不仁 但他不能不易 所以他在罗道里将就了一晚 而人数却躺在地板上 一直睡到了天亮 他满脸羞愧地跑去向阿珍道歉 阿珍却扭过头不再说话 倘若她不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谁闯进谁屋里还说不定吗 这天警方突然告诉他们 今天是货车司机下葬的日子 希望他们能代表昏迷的肇事者前去吊宴 可当他们来到死者家中表明身份后 却遭到了死者家属的谩骂和殴打 回去的路上 阿珍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他越想越伤心 最后蹲在路边好涛大哭 犯错的不是他 他却要代替犯错的人背负一切 人数想出言安慰 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他自己的心里又何尝好受 楼道里分别时 两人第一次很礼貌地互相说了晚安 彼此间少了一些仇事 多了一些同命相连的理解 因为犯错误的 不是他们 之后的日子相对平静 他们对爱人的照顾依旧无微不至 只是偶尔会陷入沉思 偶尔会质问病床上昏事的爱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又该怎么做才好 一场大雪过后 人书在雪地里寻找着儿时的乐趣 楼上的阿珍被他孩童般的模样所吸引 随后下楼朝人书走去 这是他们第一次主动相遇 第一次相遇出去散步 渐渐地 他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 甚至可以暂时忘记伤痛 一起把酒言欢 谈论起事件以外的事情 同命相连的遭遇 拉近了两颗受伤的心 但暂时与爱无关 或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下一步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万物复苏的春天来临时 病床上的人依旧昏迷不醒 人书和阿珍的关系 却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一杯咖啡喝完后 人书别有深意地问道 虽然是一句不完整的对答 但已经捅破了那层刚大的窗户纸 他们将道德轮理抛制脑后 由受害者变成了背叛者 事后他们一起来到海边散步 阿珍问人书喜欢哪个季节 人书说我喜欢下雪的冬天 而阿珍却说 虽然我也喜欢雪 但我更喜欢生机盎然的春天 人书说 那就让雪在春天下吧 两人相识一笑 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春天怎么可能下雪 这仿佛也在预示着他们的结局 从那天起 两人来往的更加频繁 结果遇到人书的岳父前来探望 虽然并没有暴露他们的关系 可也让阿珍突然醒悟 比起躲在厕所不敢坚韧 他更在意如何定义自己的行为 即便是不可否认的出轨行为 那到底是因为彼此相爱才走到了一起 还是单纯的为了报复泄分 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 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 人书的妻子突然醒了 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恢复彻底 虽然妻子背叛了自己 可人书还是对他照料有加 而这一切都被阿珍看在眼里 之后的相遇 又像从前一样开始尴尬 阿珍略带粗意地恭喜道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对方 直到有一天 阿珍的丈夫去世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人书竟然出现在了脏椅上 他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切 只是保持着最基本的利益 离开之前 阿珍在宾馆楼下的咖啡厅坐了很久 望着屋里来回独步的人书 阿珍留下了伤心的眼泪 直到此时他才发现 他竟然爱上了这个男人 如果人书此时下楼 又或者主动给他打一个电话 他一定会毫无顾忌地留下 可等到最后 他还是孤零零地离开了 楼上的房间里 人书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其实他也动了真情 虽然以无心施起旧爱 但也无力抓住性欢 道德的枷锁又将他牢牢锁住 不久后 妻子已经逐渐好转 他好奇地问人书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人书笑了笑说道 以前很想问 但是现在不想了 片刻地沉默后 他突然告诉妻子 和你一起出车祸的那个男人死了 看到妻子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时 人书默默地离开了病房 身后是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声 待妻子出院后 人书和他伴侣了离婚 没有过多的疑问 两人好聚好散 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似乎也并没有联系阿珍的打算 直到有一天 四月的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 他想起了曾经和阿珍开的玩笑 如果春天和冬天无法相遇 那就让雪在春天下巴 在首尔的另一个角落 阿珍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是一部三观乍立的韩国电影 爱情不是背叛婚姻的借口 更不应该凌驾于道德之上 我始终认为 只有直断于道德之上的爱情 才能善始善终开花结果 可如果人书和阿珍很早之前就认识 又或者很晚之后才相遇 结果又会怎样 我们似乎永远也无法揣测到 爱情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降临